可能无法相信,马斯克让美国彻底进入了自动驾驶时代 就在昨天,特斯拉开始为全美的170万特斯拉车主 推送最新版的FSD完全自动驾驶V12.3 并取消了测试版的后缀 也就意味着特斯拉FSDV12.3将是全球第一款公色的完全自动驾驶人件 并且自动驾驶能力达到了L4级别以上 流线接近L5级别 同时,马斯克为全美的特斯拉车主派通了一个月打执眼包 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将同时有170万特斯拉开启完全自动驾驶上路 所以将彻底改变人类的交通方式 FSD不同于国内的智能控制驾驶 而是一款采用全视觉方案的完全自动驾驶软件 可以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形成 即使是没有划线的农村公路 或者繁忙的城市街区都表现得极为出色 就像一个驾驶熟练的运辞机 FSD经过了三年的不断迭代 终于达到了可以公测的标准 目前特斯拉FSD真实道路测试领袖 突破了9万亿大亿 这是一个所有自动驾驶公司 全驾起来都达不到的数字 同时,马斯克表示 特斯拉在未来或许可以按照成本价销售 只从软件中获利 这个模式 全球没有任何一家车企特意模仿 可以说是直接秒杀所有竞争对手 并且接下来将在加拿大 欧洲也开始攻策 国内能否上线还需要批准 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 也正在积极的引进中 我们也是事目以待 达米苏7的智能驾驶我不看好 为什么 昨天的发布会大家都看了吧 它的pro版本用的是纯视觉解决方案 也就是特斯拉的那种解决方案 然后它的MAX版 也就是贵的那个 用的是极光雷达的解决方案 我没有见过哪家公司 同时做两个方案的 倒不是因为我没有见过 所以说我不看好它 不是这样的 方才不懂的人 可能说 你看我两套方案都有 什么你喜欢哪个 你都可以选择 好像面面俱到 其实大错特错 而在我看来 两套方案都做 那么它两套方案 它都做不好 而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的这个动作 只能充分说明 他们对制盟驾驶的理解和认知 而更加肯定我的一个判断 是发布会有这么一段 你的自驾呢 做了两套 第一套呢 叫pro版 第二套呢 叫max版 pro版呢 是纯视觉的 max版呢 是视觉加奇光雷达 大家知道啊 特斯拉做的是全 纯视觉 当然纯视觉的难度 非常非常高 所以国内呢 都用对硬件的方法 来拿起技术的差距 所以两套方案呢 我们同时做了 也许未来啊 大家都进化到全视觉的方案 小米苏西标注版的辅助驾驶能力 是84Tops算力 而普奥和Buds是508Tops算力 算力为什么差这么多 标注版是不是太盖了 标注版的辅助驾驶 是不是就是一个噱头 27分钟就定了5万辆震寿了吗 雷金昨天发布了小米苏西 虽然说驾驶方面 我不是专业的 但是科技方面 我就比较感兴趣了 对于比较看重自动驾驶 和辅助驾驶的朋友们 小米苏西三款怎么选 苏西标注版搭的是 84Tops算力的 单颗英伟达奥润芯片 托和MAX是两颗奥润芯片 算力是508Tops 他们为什么算力差这么多 SUC标注版有辅助驾驶能力吗 其实奥润芯片的辅助驾驶方案 共有三种 单颗奥润N 单颗奥润X 以及两颗奥润X 奥润N和奥润X架构是一样的 但奥润N是残血版 大幅砍的算力 从254砍到了84Tops 降低了成本 单颗奥润N可以实现高速的领航辅助 84Tops限制了 复杂道路的自动驾驶能力 城市道路只能实现和L2级别一样的 自适应巡航 回征自动通过 必要是不能实现的 SUC标注版这个方案 如果你要是想上沙班代步 用辅助驾驶来缓解驾驶疲劳的话 一定要选Pro或者MAX SUC Pro和MAX共有两颗ORS 共508Tops算力 搭载激光雷达就可以实现 城市高速区域的全部辅助驾驶 我觉得对于购买一款主打智能的车的话 这个自动驾驶还是非常重要的 Pro版是比较值得购买的 而且雷尊也说 今年订购Pro和MAX 都免费赠送PilotMAX的高级驾驶软件 虽然Pro比标准满贵3万 但是在自动驾驶的软音乐系统上 有一个全面的提升 绝对是能值回来第3万的 何况还多一个尾翼 另外SUC搭载的 骁龙8295制度驾操芯片 是相当于什么手机呢 骁龙8295其实就是 骁龙8J1的架构 不过它不是火龙了 还积淀的5纳米工艺 对硬服坐舱娱乐是完全够用的 苏西的产品力和价格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款车不能说完美 因为它在博板上 还是缺少了8F和快充 但是对于小米的首款车 雷军确实是在认身做的 还是有一定诚意的 还是说你其实是等着 苏西把其他家的价格打开来 评论区说一说吧 打开然后我看他们关三四次了 用力咋 没关上 小米S游戏的这个前备箱 到底有东南关呢 刚提车车还没开走了 就关不上 然后叫来这个交互的小姐姐 你看一下他怎么关的 按上去按不上去 又得去从中控屏上 把那个盖子打开 打开 然后我看他们关三四次了 用力咋 没关上 我看这个小姐姐咋关 用力还是没关上 现在他们终于终于 不对 他们还是没关上 还是没关上 给你们看 还关上了 关个这个前击盖子这么麻烦 所以这个小米在设计 这个前备箱的时候 这个阻尼太大了 不够人性化 正常来说我们 你按下来吧 你单手按 这个logo的这个标志 是应该很轻松 就能把它关上去了才对 而不是非得用双手 双手同时按两边 用很大的劲才能关得上 哎呦我去 什么 小米苏七居然不防家 那我今天得来尝试一下啊 看一下咱们的工具 来实测一下小米苏七 后面箱到底防不防家 小米汽车有毒 把我整个人都给搞魔证了 你以为只是花钱买个车吗 天真 我订了台苏七创始版 越临近交车 我就越焦虑 为什么 今天早上又在董车地 看到了北京小米工厂 第一批小米车主 交车仪式 雷总亲自给你拉开车门 让我歇不得压死 我也是创始版啊 虽然说提车地 没有选在北京 但也是第一批啊 交车也应该快啊 于是呢 我就会时不时的在APP 看我的车辆状态 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的话 我就顺带点一下APP里的商城 这一点收不住了 兄弟们 等车第一天 中控物理按键 相分合 手电筒 没有丝毫犹豫 下单 第二天早上也去秒了一下 车辆订单的状态 还在生产中 没事 进入商城 麦克风 智能双表盘 拿下 昨晚又去看了一下 氛围灯搞定 最后 我还剩一个后排平板支架 我还好有一个iPad 正好用得上 正当我准备下单的时候 问了一下交付 在前排的车机上 能不能调后排iPad 播放内容时 他说 不能 你要知道 后排的屏幕 主要是给小孩看的 孩子又不会去操作 如果说苹果iPad不行 那使用体验就不完美了 于是我竟然为了这个功能 打算买一台 小米平板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为了体验更好的 人家家生态 我现在都磨正了 只要有时间 就在看你家的各种设备 小爱音将 网关 智能开关 创严核扫地机器人 空调冰箱骑机 小米14都开始选配置了 兄弟们 雷总 你卖车是不赚钱 赚钱全靠选装啊 还不是选装汽车的配置 就是要把我的整个家 都选装一遍的节奏啊 不行不行不行 中毒太深了 兄弟们 先买个小爱音将 听听音乐来冷静一下 我不光是阻止大家 去买小米的汽车 我甚至大部分的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人介入去做这种新型车 我都不建议大家去买 有哪些地区的人尤其不应该买 一个是南方太热的地方 电池的温度高了之后 至少容易出问题 我们不能说一定的 据我所知 海南岛买这种车的人就少 还一个类就是 咕噜黄河一百 尤其东北地区 买这车的人也很少 因为高寒的时候 启动非常非常贱的 电号也很快 这个春节期间 你看就很多车卡在路上 真是前不着针后不着电 这搞得要死啊 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下一个基本的逻辑 汽车工业在人类社会已经有将近一百五十年的律师了 这个行业是很深的 所以能做好一个汽车的 绝对不可能就是玩电脑的人搞个三五天就搞起来了 所以我没有理由相信他能做好 你不要看是一个组装 组装跟行业内工匠精神的组装不是一个概念 而且呢 你要知道汽车如果看成一个生命的话 人体接入器官的时候 不有一个东西叫排翼吗 那汽车的各种组装就没有排翼吗 从科学角来讲 是不是最佳组合 未必的 因为第一个你不太了解汽车 就算你请两个这样的工程师 也不可能了解汽车的全部 你怎么知道哪一家的哪个产品 正好符合哪一家的哪个产品的组合 而且汽车的零部件也特别多 你起码要五十家到两百家来组合一部汽车 你这个能够做成最佳供应链吗 你是做不成的所以这个里面未来会出什么问题 根本就不知道 还有从电池的角度 我们未来的这个电池会暴露很多的问题的 现在我们的电池到底能用多久 不是看它现在的续航能力多大 而是看这个电池正常安全使用的寿命多长 现在还没到检验的时候 第一年可能没问题 第二年不太多的出问题 第三年呢就不知道 所以现在很多搞互联网的家伙 在那的承诺和终身维修 纯粹扯淡 我找你维修的时候 你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 这里没有意义的那种瞎承诺有什么用呢 就连你们在很多理发店买的那个卡 都早就没办法承诺了 是不是 还有建成防网失忌 对对对 都是这样摆完的倒闭了 这个其实都是互联网事务 就提前收费 电池如果改造成我是租的 那反而好 如果租的 第一个车子很便宜嘛 我可能连几万块钱就可以买个车 因为现在电池可能要占三分之一以上的价钱嘛 如果电池是租的 我宁愿出点租金 因为我省下的油钱 抵这个租金是正好的 那我就愿意买啊 但是你看 现在互联网企业的人 其实可以这么做 但是他不想这么做 他就是要把钱收回来 要过担他的资本 所以这些家伙用心 都不是为我们客户想的 你想想 他如果租用电池 我们对电池的担心就少很多 然后我们再考虑 整个汽车的综合性能 再考虑你的这个保险系数 安全性等等 最后我才考虑你的这个导航啊 和人工智能的命令呢 那关于人工智能的这个部分 我就听人家投诉过 就你给他下的指令 他不知道怎么操作 对得对 现在人机交互还是一个问题的 不是他们想象那么容易 不流畅的 所以我在这里说实话 因为中国办一个节不容易 我并没有这个心思去诅咒小米 但是我确实觉得小米的初心 可能是不够善意的 对行业也没有正能量的加持 而且整个这个行业 我也确实认为它毛病太多 很多毛病还没解决 就开始往外冲 小米汽车必然失败 我其实过去是一个小米的重视粉丝 我用了大概三四代小米手机 但我每一个镜头都是歪的 每一个都是歪的 对 如果说小米在做事的理念上 不发生改变 我不觉得小米速器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你不要听那些汽车博主 大肆宣扬小米速器 你去问问他 有几个没有收钱的 真正车出来之后大家看吧 去看看细节 我媳妇前的人家跟我说 他要换小米速器 我坚决不让他换 再便宜也不让他换 做汽车是有成本的 续航五六百公里 电池七八万是要的 然后再加上人工物流等等成本 小十万块钱 然后你内部的真皮座椅 音响 车机 控制系统等等 卖的太便宜 做不了了 我2017年买Model X的时候 对他最大最大的 弟子他的地方 就是他车咯吱咯吱响 你可以想象一辆110多万的车 过坑的时候咯吱咯吱响 他的门子和座子是磨在一起的 这是我后来换掉他的原因 因为坐车是一个复杂性的机械系统 他一定是需要有经验呈现的 如果说你愿意为小米速器 贡献你的个人数据 我不来 那你说我会不会去换小米速器 我就不换 便有人让我说小米速器 我为什么一直没说我也没有去试驾 因为真男人不开小米速器 第一时间认为这台车是属于严重抄袭保时捷 结果在网上的图片一对比一看 它其实是麦凯伦 咱们别管是抄袭保时捷还是麦凯伦来讲 我其实更喜欢原创车型 我先说几个我不喜欢的点 第一个就是它215,900的那个 小米速器的全程发布会 我全都看了 215,900那个就是盖中盖 那个我极度建议不要买 极度建议不要买 因为那个就属于盖板神车了 什么配置都没有 只是空有一个壳子和样子 而且它用的是磷酸铁电池 我认为没有任何一点你有比Model 3换新版要强的 一点都没有 一点就是Model 3 它因为已经迭代了好几代了 这个一个车型出了几年了 终于换新一次 而且它有Model 3的换新版里面有非常多的黑科技 并且它的安全配置极高 另外它的都是双层隔音玻璃 座椅通风 这都有了 做一页舒适性和隔音性 并且过坑的那些表现 你们可以去开一圈 看一眼 就算Model 3的最低配置和最高配置 它的加速踏板的延迟都是一样的 咱们不说加速踏板那个事 因为99%的新动员车和99%的油车都有延迟 这个你不要较真 因为而且普通人来讲 它对这个延迟并不是很在意 但是我说其他的 三电技术雷军直接就说了 我们小米汽车要追赶测斯拉的话 得五年才能追赶上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全车全都用的是这个当材铁质铁质品 是吧 拿吸铁实义系 四个车门前后叶子板 基本都是 那这个你就说不过去了吧 你用料不够足 小米可是第一次生产车 你要是说这20万能当2000块钱花 那我一定不劝你 你随便买 但是咱们的钱可是真金白银 用血汗挣出来的 20万买台车 什么概念呢 我不相信 咱们中国老百姓这么有钱 对于我来说 如果说我当年白手创业打拼时 20万来说 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 20万买台车 我肯定不买小米速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说你非要买小米速器 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买它的高级版本 就Pro或者是那个Max版本 而且我极度建议你 如果买的话就买Max 但是价格太贵了 30万又说到这了 30万它更不值这钱了 第二个条件 就是你在南方开 而不是在北方 听懂了吧 你在北方买小米速器 你放心 你早晚不倒 你可以不信心咱们试试试就试试 对不 我在北方这么多新能源车 我都开过纯电车型 无一例外 全都败给了特斯拉 带哪 在续航上 你来东北测试一下 是吧 你别在海南测试 别在南方测试 你测不来什么 第三点就是安全性 世界有哪一个品牌的车 有特斯拉Model 3 换新版的安全性高 没有 没有 没有之一 五星评价 而且任何国家都是 如果说你真的懂品质 在乎品质 做工用料这块的话 我认为Model 3 换新版还是首选 哦 真的 我只对比一 是小米速器 如果你开小米速器的话 上街上的话 可能你短时间 你是一个亮丽的风影线 但是 从长时间来看 我认为是 非常屌丝的一件事 你不如就是 再花一点点钱 买换新版的Model 3了 那完全是两个车 接着说啊 这个内饰这块 你可以去换新版Model 3里面 仔细的去看一看 任何的一个地方 做工用料 都要特别特别的好 特别特别细致 不再是以前的那种Model Y 什么221年2年的Model Y 我那老款呢 不再是那样的了 它非常非常的细致做的 然后此外你说 你说大叔 我不喜欢特撒这个品牌 那么不是还有极客呢吗 你不要听网上的这些测试 你要真正的去 车里面实际去开一开 对比一下底牌用料 明了了吧 这个才是关键 另外如果说你真的花30万 买小米的话 我只能说你太有钱了 当然啊 小米这个车 新能源车 我没有试驾 我都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看一个叫谢新哲的 他在赛道上 把小米开出了那种感觉 就我能我能感觉到 那种人几乎人车合一的感觉 那就非常牛逼了 那说明小米车的底牌素质来讲 就已经很牛逼了 你真的喜欢这个品牌 和这个车的造型 和里面的内饰 等等等的一线吗 不再等等看一看 真正的这个买家的口碑吗 而且最近发生这么多 小米这个试驾车的事故 是吧 比如说有这个 创坏的 悬挂断的 座椅皮子 开裂的 什么样的都有 所以说 不要着急 如果说想买小米速器的话 我们莫不如等下一代 对吧 我看来啊 他的这个 无论从他的高度啊 还有他的空间 就那么回事 不是很大的一个车 我其实我 当时出这个车前 我觉得应该是小姐姐能买这个车 结果百分之七十的男性 订购是 都认百分之七十男性 这顺便小姐姐还真就瞧不上那个车 她可能真就怕 开出去以后 人说你开个这个 山寨版的帕拉梅拉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哦 至少在我眼里看来 它 不如理想的设计 不如未来的设计 不如极客的设计 我说的是实话 我就是作为一个买家来讲 好吧 自古忠言逆耳 钱在你们兜里 选择权在于你们 你以为卖自行车了呢 一分钟几万两 记住 说一个谎 将来得用几百个谎言来弥补 现在四十多的推定爆出来了 你们不要天真的以为 这个数字是真的 实际会比这个高的多 粗粮的东西 不能单看他说了什么 他说要冲击 手机的高端 做到了吗 在局场刚被制裁的时候 他说要吃掉所有阿华的份额 他吃个灯了呀 都他喵的被大苹果吃了 在国家新能源战略 把产业链建设的如此完备的情况下 拼了一个车你们就高潮 我还告诉你们 当初前几代的手机 就是被你们歌颂 干掉山寨集的那几步 那也是手机产业链 逐步成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那是一个行业的进步和成熟 为何回到他的名下 在那里不否认啊 他在供应链整合 和操作系统优化上做的贡献 但这不是全部啊 回到汽车行业 一户是复制了一次 手机上所有的操作 小七这部车明明就是整合了 国内各家供应商的优质资源 打造出来的一部非常优秀的车 那怎么到了你们嘴里变成了 都是自己研发的 别人说吹过的牛逼是要还回来的 这才几天呢 就往外放40%推定的消息 想着赶快往回找 你怕爬得太高 摔得太狠是吧 只要你们不改变 供在外而不在内的鸡贼思维 车也会像手机一样 你就在十几二十万里面晃荡吧 二流企业的位置 只日可待 走捷径容易赚钱 也容易亏钱 真是吐了 小米苏七24小时 卖了88,898台 一个晚上卖掉了一年产量 他们说劳魔雷军又赢了 成功的发明了 用卖手机的速度 卖汽车的超级音效博士 但在林书看来 小米汽车的热销背后 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悲哀 为什么呢 因为我对做手机的雷总有多敬重 就对造电车的雷总有多失望 连小米手机的友商摩永浩都说过 小米手机的历史功绩在于 它用良币驱除了劣币 以一己之力终结了整个山寨季的时代 而小米汽车的第一款产品 就选择了毫不留情的山寨宝石街 当所有人看到那个外观的时候 他要情不自禁地喊一句 宝石米 雷军总却能一本正经地 在发布会之后的访谈环节里面 大喊特谈 非常感动于自家顶尖的设计团队 做出了如此惊艳的造型 为中国有这么优秀的摄影师 而感到幸运 我真的很想知道 现成这么多人 你们的表情管理工作 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难道你们请的薛之谦 为了陈舍 可以在国庆经典 走上城楼的知名企业家 可以不要任何脸明 直接抄袭 世界名判 为了陈舍 可以把一个像素级模仿 甚至连钥匙都照抄 保时捷的苏七说成是全部字眼 这些魔幻的事实 如果不是真实发生 谁有敢相信它是真的呢 但当这一切发生在中国 有时候就变得不那么突兀了 甚至自动合力 因为最后事情沉了 数据证明事情沉 但这种沉 就是产业悲剧的源头 小米汽车的成功标志着 国家花费了巨大资源 打造的新能源汽车浪潮 最终却在走 速克中国手机的做法 我们没有研发 没有原创 只有组装 但我们可以在软件上 体验上做优化 美其名院用户体验第一 苏西逼而不谈自己用了什么钢板 什么铝合金 逼而不谈自己的芯片和电池 用了什么技术 自己的技术创新到底体验在哪里 反正满口都是创新 满口都是新技术 可一类人士都知道 都是老概念旧技术 可不知道怎么递得被 雷布斯一说就立马高达上去 这样对 老老实实做产品 做设计的油车品 还有其可隐含呢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是汽车和手机真的不同 手机是消费品 哪怕做的不好 至少没有安全性问题 但汽车真的不行 安全第一而非体验第一 当一个行业被引领的开始 舍本逐墨 都以噱头和营销取胜的时候 这个行业基本上就完了 别说追赶人叫欧美了 这种花众取宠的做法 会让我们的汽车工业 在落后世界二十年不止 说中国技术要靠虚能源 超赶欧美的那都是自欺欺人 自己有没有技术 心里没有一点B数吗 汽车发动机搞不定 就干脆选一个不用发动机的新模式 可制动呢 刹车的重要性大于发动机 各位 新能源汽车的刹车系统到底如何 这几年引而不报的事故还少啊 自然就更不必说了 一个汽车品牌最最最该关心的 不是一个人坐车如何舒服 而是如何保证私车人员的安全 生命才是第一位的 特斯拉被所有人的盯着 除了任何问题都会被放大 所以你看到了 特斯拉经常有各种事故的新闻 但我们的国产品牌 从来都是最安全 没有啥重大缺陷和事故 你不觉得奇怪吗 可是我们身在局中 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反正在我们的商界里面 说一千到一万 任何声音都没有老子赚钱 赖的重要 来得流逼赖的正确 京东刘三宗曾经说过 在中国最恶劣的价值观 就是赚了钱就是大运 有了钱就是流逼 只要赚到钱就是神人 就是这种灭制的社会价值观 导致了中国商业文化的激细 在朋友圈为小米汽车 一面倒的较好深重啊 我却对中国汽车产业的未来 报以无限的哀死 霸王别记得编剧卢尾说 我曾以为那只是一个开始 但当回头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他早已经是巅峰了 我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我怎么做来了 哦 我怎么做来了